闪亮登场,全新Chev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在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又是世界巡回錦标赛英国、意大利、德国和巴西各残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v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个标准安全气袋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接下来投资有道理的时间 刚才也看过美国的ADP数据出来都很好 特别是这个星期都很多跟就业有关的数据 特别是在星期五会公布非同业职柜 其实市场是一个很大的焦点 就是在星期五 其实今天这个ADP出来这么好 会不会说未来周五出来的非农业职柜 都应该会不差 对 其实美国周五这个报告是最主要的 换句话说是跌下来这段时间 它的一个经济指数的一个风向标 我感觉是 那么这个ADP其实它是事先一个预期 它说指那么这个数据的产生比较好的效果 换句话说周五上面 它们包括一个公司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然后现在预期是去年是2月份是8.9 那么现在预期3月份可能会达到9的一个 失业率就保证在9的水平 那么如果真的能保持在这个水平的话 可能欢迎我说对于美国经济的反应都会比较好的 是啊 星期五都是一个大家市场的一个焦点 有失业率的公布 那么大家都 我相信对于后市都会有一定的指标性的作用 也都看到其实这几天 大家相信都在等着星期五这个数据 因为看到大家入市的意欲又不是很高 交投又不是很大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着星期五的出来的数据 说完美国 说我们加拿大 加拿大最近有一些新的报告出来 就是说我们加国人的负债的比率又创新高 虽然我们加拿大的经济 没有在这个金融海市里面受到很大很严重的冲击 也都看到我们一向其实那个理财也很审慎 但是现在又说那个负债比率创新高 那其实会不会对于我们加拿大经济来说 都会有些少影响 肯定会有影响 因为这里我们所说的负债率是个人负债率 个人负债率就是包括你的信用卡 包括你的一些负责 房屋贷款 对 安揭这些东西 那么它的一个比率呢 其实在2009年人均的负债率 就已经达到了每个人是4万2千元左右 然后呢在2010年去年就升到了4万4千元左右 就是在人均负债上面 而对于一个family hold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呢 它的09年的一个负债率呢 大概基本上是在其可支出财务上面的占145% 2010年就已经上升到了147 那么这一点数据就表明它是可能对我们最大的影响 就是对于个人家庭来说 它也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收支状态 会影响到它一个怎么开销的状态 因为你的如果说是负债率过高的话 你很大一部分的收入呢 就会把你转换到你来支付你这点贷款的利息上面 因为贷款的本金贷款的利息上面 那么换句话说 你这一方面财务增加加重之后呢 那么你自己可花费的 就是说你可以自己放在娱乐 放在Vacation 放在你如果说你要买个大的彩店的话 那么这上面的预期资金就相应的会减少 那么换句话说 这一件就影响到我们这些零售业 他们的销售会减少 相对比来说会有一定幅度的减少 那么相对比来说零售业减少的话 那么就是它的影响到生产系统 还有其他的一些各个产业上面去 那么最大的影响 那么现在个人的负债率 如果继续增加的话 那么就是直接的影响 就是我们每个民众的话 它的开销就会减少 因为他们要很大的钱来还他的债 如果不还他 他一个负债率就越动越大 这是一个最大的影响 就指负债率会是首当其冲 对 就是受到影响 除了说零售业之外 其实会不会说 现在负债的程度 是不是已经是去到一个严重的程度 还是仍然是 虽然是高 不过都仍然可以接受 或者如果我回落一点点 都还是OK 其实现在去到哪个程度 对 程度上还是看你怎么看的 因为主要是 因为虽然说负债率比较高 但是没什么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有工作 我们并没有 不是像美国一样 有很高的失业率 加上的失业率还算OK 那么换言我说 你还是有你足够的资金 你有资金在这里支持你这个生活 但是因为你的那个 因为你的interest rate 包括你的inflation 包括你的那个通货膨胀 使得你自己的 以前五万块钱的你的收入 可以满足你 这种三万 假设你有三万块钱的 负负债的话 那么现在随着各个方面的 价格的上涨 但是你还是只有这五万块钱的 收入的话 可能就是你的债务 可能会变成四万块钱这样子 那么就是主要是 这方面会影响上面 但是主要还不是 没有达到崩溃这种情况 但是你会影响到你的收支比率 那么短期的话影响到你的支出 你的怎样分配你的财务 那么长期的话就可以考虑 你是不是就是 可能有其他上资产 或者说你的那个 其他上资产会受到影响 是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负债情况 对 就是不要满满那卡了 就是要还钱利息 说完加拿大 说完美国方面 就是这个联储局方面 最近对于这个QE2方面的实行 有点分歧 原本QE2到6月就会完结的 但是现在看到美国经济 慢慢开始有复苏的迹象 有些联储局的理事就说 不如缩小规模 在一个尾段的时候 就不要放那么多钱出来 这样 变成了避免市场出现一个资金反满的情况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理事就认为 应该继续下去的这个QE2 如果缩减一个规模 对于经济可能会有影响 但是其实 Steven你自己怎么看这个原因 我觉得QE2其实是 为什么说他们的那个QE2呢 这个资金量化 量化宽松 资金量化宽松 是给美国带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帮助美国整个社会的反弹 财务的反弹 都是一个很好带来 很好的作用 那么所以说 这些理事觉得应该继续下去 因为继续下去的话 继续可以保持美国现在一个经济的稳定 还是慢慢地能复苏美国的一个经济的情况 但是QE2上面 其实在对于整个一个全球经济来说 它其实是让全世界帮美国来买单 那么特别是带来美金的影响 就是美金的一个汇率是比较低的 但是随着现在的经济慢慢地复苏 再加上呢 所以说他们 整个全球是希望美国能够把他的经济美元打高 那么如果这个QE2 再加上 所以说QE2如果继续执行下去呢 还是会对全球这么有 会有挺大的一个影响存在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还有美联储一个考虑就是说 这个QE2执行的时间太长 毕竟QE2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手段 它是通过这个时间 它的一个政策执行太长呢 然后肯定会影响到 万一以后如果要复苏的话 它的复苏会怎么样 因为如果它的一旦执行太长的话 它的复苏怎样复苏复苏的情况如何呢 都会对以后美国经济的待会带来影响 是的 这个QE2究竟最后的定局是会怎么样呢 相信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不过个人觉得其实应该 都不会说有太大的变动 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应该会完成到六月份 那个按原定的计划去做 但是未来会不会再有下一轮的两个宽松呢 大家都要留意住了 说到这里 今天的节目时间够了 到明天同时时间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